阿富汗變天之後 現在的政局非常的動盪不安 因為撤軍被罵翻的美國 現在說 又開始關心阿富汗的人道議題了 根據美國一項民調顯示 有將近七成的民眾是不贊成 拜登在美國撤軍阿富汗的 軍事行動處理方式 那麼拜登跟英國的首相強森 據說他們打了電話 討論阿富汗的問題之後 想出了一個辦法 就是他們接下來要來召開 G7的七大工業國家領袖視訊峰會 要來討論一下 未來的阿富汗議題到底該怎麼辦 而就在美軍撤軍之後 其實現在最怕的就是 大規模的難民潮 那麼拜登跟強森討論了 包含了國際社會 未來要如何的替難民 跟其他弱勢的阿富汗人 提供人道援助的方式 未來會盡速的召開 G7的視訊峰會 那麼現在各國其實都還在觀望 塔利班到底是否有改變 他們到底跟恐怖分子 是否已經劃清界限了 塔利班真的能夠扶政嗎 被國際承認嗎 美國怎麼看呢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普萊斯 今天被問到了 會不會承認塔利班政權這個問題 他表示呢美國對於未來阿富汗政府的立場呢 採取什麼樣的決定是取決於塔利班的行動 表示說還要再做觀察 普萊斯強調說未來的阿富汗呢 必須要拒絕窩藏恐怖分子 維護人民的基本權利 包含呢 阿富汗一半人口的婦女以及女孩的基本權利 那麼在俄羅斯的外交部長拉夫羅夫則是表示說 塔利班接管阿富汗之後呢 做出的初步保證是正面的 所以呢俄國現在會支持阿富汗進行有包容性的全國對話 他也表示呢俄國不急著承認阿富汗的新政府 那麼現在動亂之後呢 在喀布爾到底是什麼樣子呢 這是我們看到最新的市場上的畫面 路上的店家慢慢開始開了 但是有媒體報導說 這個氣氛覺得怪怪的 CNN報導說 街上雖然有人 但是幾乎看不到女人 甚至呢有飯店業者還說呢 他們的女性員工都自己離職了 那麼當地居民現在也知道 日子一定不好過 光是物價就讓他們難以負荷 民眾大抱怨 所有的東西都漲價了 越來越貴 這輩子是1703 美軍在短短四個月內撤離 最後變成逃難 看到這個畫面 就讓大家覺得很諷刺 好像1918 1975年當時4月份的西共撤退一樣 難道現在阿富汗也變成了西共的災難片嗎 現在美國的外交官 這個畫面就是外交官搭乘直升機逃離的畫面 網友也嘲諷說 美國不是回來了 而是失敗的美國回來了 大陸央視的報導就表明了西共時刻在線 點出這跟1975年 就是越戰當時快要結束的時候 美國一樣派了很多架直升機 幫助美方人員來撤離 覺得似乘相似 那麼阿富汗撤離 其實有一架直升機 特別受到了關注 就是這架直升機 它曾經參與過西共撤退的 CH46海棋式直升機 但是未來這架直升機 真的再也看不到了 因為它參與了喀布爾撤退 最後直升機怎麼了呢 這架CH46的海棋式直升機 當時是在1975年 我們剛說的西共撤退的時候呢 當時在4月的時候 參與了美軍的長風行動 當時是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直升機的撤運行動 那麼根據最新的消息呢 這架直升機呢是1967年服役的 那麼在完成了美國喀布爾大使的撤離行動呢 因為很怕會被塔利班拿去 所以機組人員已經在當地 將這一架直升機引爆了 結束了海棋式54年的軍旅生涯 那麼美國在決定從阿富汗撤軍之後呢 導致其實塔利班組織攻佔了許多的省份 而且非常的快速 順利的就拿下了喀布爾的總統府 引發了附近周邊國家的擔心 那未來發展如果說不符合美國利益 他們自己會不會成為下一個阿富汗呢 尤其是美國總統拜登 在16號的談話當中表示說 美軍日後絕對不會再不符合 美國利益的地區犧牲 國安顧問蘇利文就表示了 拜登沒有計畫要裁檢 駐韓以及駐歐的美軍 就算呢並非處於內戰時期 美軍依舊為了保護盟國 對抗外部的敵對勢力 長久以來呢維持在南韓跟歐洲駐軍 那麼事實上呢過去川普啊 就已經多次的放出可能會縮減駐韓跟駐德美軍的這個消息啊 同時也要求呢 德國跟南韓的政府呢應該也要出點錢吧 一起來分攤軍事費用 所以現在大家也覺得拜登是不是為了搶選票故意放出這樣的消息 那麼美國撤軍阿富汗呢其實啊很多人也開始擔憂了 台灣等盟友會不會也被遺棄呢 那麼另外白宮的國安顧問蘇利文在今天呢就予以駁斥了 他強調說美國為阿富汗呢流血流汗了20年 另外也提出了阿富汗跟台灣的情況不一樣 美國對台承諾一如既往 美國在阿富汗做了一個超級責任的 2,448美國人在阿富汗的生命中 10,000的美國人在阿富汗的戰略 20年多了 再幫助那個國家站起來 能夠保護自己 美國在阿富汗的資源中花了一千萬元的資源 在阿富汗的戰略 remind me the truth about this is that the fact that the sacrifice and solidarity and commitment to afghanistan to trying to give it a chance was immense and it wasn't just the united states many other countries joined us and had their own sacrifice excuse me let me just let me just finish answering the question and so so the idea that uh there was a lack of sacrifice on the part of the american people is belied by the rows 對於阿富汗議題拜登的處理方式也反映在民調上 拜登的施政滿意度大減下跌了7個百分點 也創下了他上任7個月以來的新低點 尤其現在塔利班再次的重返了喀布爾 讓20年來美國在阿富汗等於是花了1兆美元的納稅錢 又賠上了數千條的美國人命 現在拜登的人氣也跟著大跌 路透社另一份民調顯示不到一半的美國人 認同拜登今年在阿富汗撤軍的行為 那麼現在呢在2001年911發生恐怖攻擊事件之後呢 當時的總統小布希呢就決定要派兵阿富汗 那麼最近呢他也表示了對於阿富汗的悲鎮事件發展 感到深感哀痛 那麼小布希是表示呢有很多處於痛苦之中的阿富汗人呢 還有犧牲許多美國跟北約盟友他感到心痛 在如此重大人道危機的期間呢 他認為說美國有權利跟責任要減少繁瑣的程序 讓曾經幫助過美國人的阿富汗人不受到官僚式的阻礙 同時他也表示呢在美軍的協助之下 會展開有效的撤離行動 好看來呢美國還是持續的在大內懸單事實的情況 是否真如美國所說呢 我們來看到前蘇聯領導人戈巴契夫曾經警告 不要重蹈美國入侵阿富汗的覆撤 那麼儘管俄羅斯的起初是支持 但是呢美國從派兵入侵阿富汗就是一個壞主意 他也認為美國應該要早一點承認失敗 那麼現在重要的是要從中學習不要再犯同樣的錯誤了 其實蘇聯呢在過去1979年也曾經派軍阿富汗 當時也是支持阿富汗的共產政府 但是戈巴契夫呢在1985年掌權之後 1989年他就迅速的結束長達10年的戰爭 而這10年呢當地多達200人不幸的罹難 而且700萬的阿富汗人當時逃離家園 那麼蘇聯的士兵也超過一萬四千人喪命 他也提醒美國入侵阿富汗 從頭到尾就是一個超爛的主意 那麼現在各國的使館呢不斷的撤離 而曾經幫助過使館的阿富汗人到底能不能跟著一起走呢 這個問題不只出現在美國也出現在日本 日本駐阿富汗大使館呢現在說12名的工作人員 他們其實呢在昨天已經撤離了他們已經躲到杜拜去了 但是日本媒體有一個大爆料 昭日新聞報導說日本人撤離的時候呢 根本沒有把曾經幫他們工作的阿富汗人跟他們的家屬呢 一起帶走而且這些人據說多達數百人 現在呢這一則推特日本網友不斷的瘋狂的轉發 因為這是昭日新聞的報導 民眾呢希望透過轉發可以讓國際關注 現在據說呢日本的駐阿使館他們收到大量呢 阿富汗當地員工傳的訊息都很可怕 他們就說求求你救命等等 希望能夠一起被帶走 現在很多人呢也開始反思提供這個人道救援的部分 昭日新聞呢他們還聯絡了一位呢幫日本使館工作人員 阿富汗的員工啊他說呢 日本的工作人員告訴他說我希望幫你 但時間來不及 那他就認為說我為日本竭盡全力的工作 但現在的感覺好像是被置之不理了 針對撤離員工之事情呢昭日新聞 也問了這個外務省的官員 結果沒想到官員居然回應說 到底是什麼情況有沒有計畫 這件事情他無法透露 那麼日本的網友就大批了 他說呢這代表日本政府根本拋棄他們 不僅不報恩還是恩將仇報呢 另外呢有企業也很擔心跟塔利班劃清界線 畫面當中塔利班他們搭乘的車輛呢 你可以發現幾乎都是同樣的品牌 日本的Toyota風田汽車 因此風田就下了一道禁令 塔利班開車上街常被拍到 所以呢風田很擔心會不會被塔利班劃上等號 而且他們很討厭一個封號叫做塔利班愛車 所以呢在七月開始 風田他們制定的這個條例呢 就是防止風田不斷的被二手轉賣轉賣 然後賣到塔利班的手中 先來說說塔利班為何愛開Toyota 有兩款皮卡跟SUV 因為呢阿富汗山區地形很崎嶇 然後呢塔利班他們有時候會改裝 把這個車輛呢改裝成可以配備高射炮 那麼風田當然很不高興啦 跟塔利班不斷的同框 所以這個新規定來了 就是日本呢 新上市的這個新款的Land Cruiser呢 如果你要買這輛車必須要簽一個合約 叫做一年內不得轉售 而且呢如果是經銷商的客戶喔 轉手賣出去也要付賠償金 而另外呢塔利班他們身上穿的衣服啊 最近也開始被討論了 南韓的網友就發現說 塔利班穿的制服再仔細看一下 是迷彩的 而且呢跟南韓軍隊的舊軍服很像 上面還秀著韓國的名字 沒錯這真的是韓國的軍服 而是舊的已經淘汰的 上面寫的韓文名字 甚至連這個兵長的階級都沒有撕掉 好這款軍服呢 的確是南韓軍隊預備役1990年到2014年之間的 舊款的戰隊服 那麼因為呢花紋是綠色的 所以呢就被稱為青蛙裝 現在呢南韓人已經沒在穿了 懷疑塔利班是不是透過二手市場 買到這些衣服的 韓國網友看了也是開啟開玩笑回覆說 塔利班什麼時候跑去首爾的二手市場呢 還笑說阿富汗又沒有綠色的草叢 穿這個青蛙裝 可能會有反效果吧 因為看起來就更明顯了 不過也有人很擔心 韓國的這個軍服外流啊 難免會給國家帶來不好的形象 要留戶的 這樣 然後 按